大家好,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 很高兴可以和你分享新的水彩示范 今天要分享的是画出这一幅简单的大片场景的过程 这一张照片是我上一个周末在附近骑脚踏车 那我骑到之前公司上面的一个停车场的顶层 那一天下午的天气还算不错 所以我就骑到上面去拍了一张照片 那打算来画 其实我不是很常画这种大片的景色 但是我很享受那时候瞭望的这个过程 所以就打算把它画起来纪念一下 那画了个简单的线稿之后 我就把天空的部分先打湿 那天空的部分我没有画线稿 因为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形状 所以我并不需要画线稿 那大概把位置想好就好了 那打湿了之后就挑出一些蓝色天空的颜色 还有一些云它暗部的地方需要的颜色 那一开始我先加上一点点的暖色 在亮部的地方 因为那天下午阳光变得比较暖一点 所以我就加一些暖色 那其实是蛮淡的 所以干掉之后其实几乎会看不到 那之后我就开始画蓝天的部分 那因为纸还是湿的 所以画蓝色的时候 它就会很自然的晕开来 那因为云想要让它变得比较轻柔的感觉 所以试中湿的处理可以比较容易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试中湿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颜料会稍微多一点 如果你要让它的颜色可以保留的话 因为它干掉之后会变得比较淡 所以就多用一些颜色 不要害怕不要担心 那这边就有大概的云的形出来了 然后就画一些云的暗部 让它的分量感可以出来 那我在一边画的时候 其实它的纸就一边开始干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它纸的干化的程度 然后配合它干化的程度增加我们使用的颜料 水的比例也要稍微低一点点 不然如果已经开始在干化了 然后你又用太多的水的话 就会出现水痕就不会很好看 所以水彩这个煤彩其实是蛮活的 我们一边画一边需要观察它的状况 然后配合它当下的状况做出不同的效果 那纸其实已经有一点干了 所以画出来的时候开始有阴边 不过无所谓 有一些云的确给它一些阴边 它会更加的清楚一点 不过下面的部分我就会用半干的笔 把它虚化掉 现在天空下面的地方还没有那么的干 所以还是可以做一些时钟师画一些远处的云 远处的云相对的就比较小 然后比较扁平一点 所以虽然天空看下去是没有一个窃窃的透视 但是仍然可以用云的大小还有云的形状来诠释它的深度 那现在已经干的差不多了 我就开始画树的部分 那一开始画树的时候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形来处理 上面树梢的地方给它一些细节 但是其他的形就把它全部的连接在一起 那这样子画的话 它的光的感觉就会比较清楚明确 那整个看起来也会比较通透一点 当然这当中你要洒水 你要做一些别的时钟师的处理 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 看你自己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 就配合好时机还有湿度来做出不同的效果 那在这个树的这一整个大型里面 还没有干的时候 可以做一些时钟师 因为秋天了 所以我加了一些比较暖的颜色 有一些树开始变黄 开始变橘 所以增加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西雅图的秋天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季节 因为它有很多很美的树的颜色 这个周末我也要出游 那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美好的景色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那所以虽然这边是非常非常多的树 然后前景跟中景还有远景都有树 但是我现在把它们全部都给连接在一起 那到时候用暗部再做出不同的效果 然后诠释出不同的形 那现在开始画高速公路的部分 那高速公路因为被太阳光照到 所以会稍微亮一些 那可能跟树的亮部大概差不多 就是比较是偏中间调的部分 可能比树少会再亮一点点 所以还是可以在同一层给它画进去的 那因为刚刚画树的地方已经慢慢开始干了 所以如果说你不用太多的水的话 其实画在一起没有关系 它会有一点点的晕开来 但是还是不会出现太多的水痕 而且之后等一下要画一些暗部 如果真的有水痕的话 就用暗部把它盖掉就是了 那我现在趁这个形还没有完全干之前 调出一些比较浓的一些暗部的颜色 然后开始做一些时钟式的处理 那其实有一些地方已经干了 所以有一些的边 有一些的形会比较虚一点 那有一些的形会比较实一点 那其实虚实的配合下来 看起来就会比较有意思 其实虽然我画这一张时候有点累 但是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其实当你了解水彩之后 你在画的每一张都感觉像是在跟水彩有一个对话 你会感觉这一张画是你和水彩一起完成的 你就会越来越熟悉知道说 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之下 你要做什么样子的动作 那水彩会怎么样子的来回应你 给你一些效果 那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它 但是当你在正确的时间点做出正确的动作的时候 水彩就会给你不错的反馈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画这种协议的水彩 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实在是非常的好玩 非常的有趣 那熟悉的水彩之后 你也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那这个跟我白天在做游戏美术的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我也喜欢我白天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水彩的乐趣 那真的不是平常在做数位美术可以取代的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享受 好 现在树的部分画了第二层 那其实树的第一层渲染 虽然是画它的亮部 但是我觉得比较接近中间掉一点 那剩下的两层就是比较偏暗的暗部 还有比较黑的暗部 所以这一张我没有做明暗练习 因为那一天就是有点晚了 所以我也懒得做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比较是凭直觉 但是我仍然有思考明暗的组合 好 现在树的行连接到高速公路暗部的地方 那上面的桥底下的柱子 稍微把它的亮的部分给保留住 所以其实现在应该已经看得出来光的感觉了 虽然其实就是简单的几个形而已 所以视觉语言就是一个这么奇妙的东西 那你只要把一些形画出来 把明暗的对比画出来 看到的人的大脑就会自动的去联想 自动的识别你所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这些远处的小车子 其实也就是它车窗的部分加一点暗部 然后车子底下加一点点一小笔的暗部 大概就这样子 但是在这个内容底下 你知道说它们是车子 远处行驶的车子 右边的树同样的加一些暗部 把它的光给诠释出来 所以树的光感现在也慢慢的出来了 不过整体来讲 树还是比天空要少会暗一些 其实天空大片的云这种场景 我通常不会把它的云的对比画得太强 因为虽然云很漂亮 但是我不想要让它变得太强眼 不然的话如果云的对比画得太强烈 画太多细节的话 你的视线可能就会跳来跳去 有一下看天空因为被它的细节 还有对比给吸引 但是又会看地面 地面也有一些比较小的细节 然后有一些比较多不同的元素 所以尽量我会让天空稍微简单一些 不会花太多的时间画天空的云 然后把它们画得太细腻 但整体来讲 我的画通常都是比较简单一点的 第一我的耐心不够 我的穿着力也不够 那同时我现在也比较喜欢这种看起来比较简单 甚至是有点朴素的感觉的这种水彩画 如果看的人觉得舒服 觉得开心 我觉得我就达到我想要的目的 现在开始画暗部 所以桥底下暗的地方就把它画进去 那这暗部画进去就看得很清楚 很明显知道上面的桥有打下阴影在高速公路上面 然后再把暗部的一些重点画出来 车子底下的遮蔽的阴影画出来 然后旁边的一些细节 然后最后把车子的它的影子给画出来 车子就整个就变立体了 其实就只是加一笔阴影而已 这边把一些细节稍微构画出来 树也让它有更多一点的明暗对比 毕竟它是前景的树 所以它的对比还有细节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那把左边树打下来的阴影也画出来 让它整个光感可以更加的清楚一些 其实这一张画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大小比例 天空的云这么的大 然后前面的树 前景的树看起来很大 然后远处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小 那整个的距离感还有大小比例的感觉就出来了 那这边用一些白色的不透明水彩 把一些路灯给画进去 其实我画到这边的时候才想说 我当初应该用笔形的留白胶 先把路灯的形给画进去 那这样我现在就把它剥掉 就会非常的干净 不过这一次本来就是比较随性的 所以之后再用白色的不透明水彩画上去也是可以的 好 这边再把前景的这一棵树画进去 让它整个的立体感 整个的深度更加的衬托出来 好 这个就是完成的作品 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这一次的水彩过程 希望你喜欢这幅画还有这次的过程 也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我是水彩咖啡厅的Eric 我们下次再见咯